今天我們聊的主題是關於華為芯片的問題 那麼接下來華為P50系列和Mate50系列 他們的芯片夠用嗎? 5nm芯片是一個風水嶺 從28nm芯片一直到7nm芯片 基本上仍然中尋著摩爾定律 但是隨著芯片工藝的快速發展 再加上原材料規格的卸置 使得芯片發展逐漸不再中尋摩爾定律 這也就意味著未來5nm到3nm 3nm之後最精細的工藝所需要的時間可能會越來越長 為什麼精密度越高越不會符合摩爾定律 這就需要先了解芯片的工藝製程 一個最基本的晶體管是電流從圓極到漏極的過程 而中間的充放電路線就叫做三極 三極的寬度就代表了芯片工藝的製程 一個歸圓值的直徑是1.1nm 想要做出來5nm工藝的芯片 就相當於需要一條只有3-4個 歸圓值寬度三極組成的集成電路 為什麼追求工藝製程呢? 因為芯片工藝每提升1nm 集成電路就能多30%以上 相同體積內功能電路更多 性能可能就能提升40%左右 但是5nm芯片到3nm芯片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因為三極在同放電的過程中 相鄰的三極之間需要至少1nm的距離 圓紙與圓紙之間也是有一定的距離 這就意味著3nm工藝可能最多 就是兩個圓紙寬度的電路 這樣對於散熱至於工藝來說 都有很大的挑戰 而且量頻率也將大幅度降低 華為受到的制裁還好不是在10nm時代 2020年華為已經研發出了5nm芯片 並且已經在同步研發3nm芯片 可以想像一下 如果華為是在10nm時代被制裁 那麼接下來高通蘋果公司等 很快可以研發出來7nm、5nm 好不容易激戰下來的技術優勢將不復存在 好在華為的5nm芯片麒麟9000已經研發並量產 哪怕芯片研發停止一年半載 大家的技術總線可能還是一樣的 因為研發3nm芯片要難於7nm到5nm過程的兩三倍 所以這個時候 華為除了在5nm的庫存上有一定的局限 研發進度影響不大 從近期華為手機的發布計劃來看 華為已經準備好了接下來的應對策略 脫子爵 為什麼這麼說呢?有三大原因 第一,華為Mate40的發布基本處於斷貨狀態 從發布發售到後面分批次開放 都可以看出來華為對於麒麟9000芯片的吸收 第二,榮耀旗艦機型已經不再使用麒麟9000 以往的榮耀V系列的發布 一般都會採用最新的旗艦芯片 而目前華為榮耀旗艦芯片已經開始轉向天機芯片 例如榮耀V40系列等 第三,華為P50仍然正常發貨 根據華為的發布計劃 預計在第一季度華為P50就將發布 據說拍攝公寓中的數碼變焦將突破120倍 芯片仍然採用麒麟9000 其實也不能看出每個手機廠商 不管是三星、蘋果還是國產手機 想要在手機市場上樹立良好的形象 就必須要有拿得出手機的代表機型 只要旗艦機系列不倒 那麼手機的口袋就可以延續 華為則是把手上的麒麟9000芯片 全部供給了華為Mate系列和P系列 根據華為此前的擴充來看 只給這兩個型號使用的話 可以支撐到華為P60的發布 而且可以確定的是 2022年基本不會有3nm芯片發布 因為目前的EUA光刻工藝不足以應對3nm芯片的量產 3nm需要從光刻機到芯片、工藝全部統一提升才行 另外一種除非更換為石磨錫工藝加其他試刻或者光刻技術 但是這樣以來技術時間成本將更高 所以說這對於華為來說反而是一個機會 是升級下來在3nm工藝上突破設計技術的機會 甚至也有了時間去自我實現7nm 甚至是5nm的工藝製程生產 好了以上內容就這麼多 歡迎在下方互動留言 我們下期再見